好 我們來看還有什麼問題 烏龍指數 兩顆心 照顧生病家人卻越幫越忙 因為我媽生了五個小孩 我是老大 然後我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我妹剛出生 我才十四歲國中嘛 然後我媽媽就一直叫我去醫院幫忙 幫她換那個剖腹產的傷口 但是我沒有換過 我很害怕 然後那一天我就幫她換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剖腹產的傷口 原來是那麼恐怖 所以光在撕膠帶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點就是 會有人沾黏 她會要慢慢拔 慢慢拔 我就有一點好像就是 她這樣拉起來 那個皮會這樣跟著上來 對 然後我就已經有一點害怕 然後我媽就說快一點 我就這樣把它撕掉 然後撕掉之後我媽就尖叫 然後一尖叫我就說 我幫你清洗 因為我不知道 傷口上撒鹽 她沒有這個觀念 我那時候十四歲不知道 我想說我媽痛成這樣 然後我就先拿水 然後我媽又叫 我就想說 那拿優點 然後就抹了優點 然後結果我媽就說 就有點痛到哭 結果 最慘的是我拿小護士 是拿我打開我書包 然後拿我平常在抹那個 被蚊子咬的小護士 幫我媽擦藥 然後我媽痛到 妳媽還健在嗎 我還健在 可是她痛到的飆壘 她是祭母對不對 對 她什麼心罵 她什麼 我不懂耶 為什麼 媽媽會教你步驟吧 因為我太緊張了 她在講什麼 我耳朵根本就沒有在聽 所以我就很堅持 就是拿棉花棒這樣把那個 一定被罵 妳那個整個在除毛的姿勢 就是拔掉耶 後來醫生進來之後 就有把我就是 教育了一頓 就說妹妹妳不可以這樣子 媽媽可能會因為這樣 潰爛什麼什麼的 真的 因為開了七層 當然啊 妳還用水 水很容易感染 沒有吸過消毒 完全不知道 對啊 妳媽媽是不是想讓妳當護理人員 妳還是 媽媽想從小訓練 現在事實上 因為以前的觀念 比較需要常常換藥 現在事實上 我們換藥的次數也都很少 那像這樣的三口 基本上 第一個我們也不會讓家屬去處理 因為萬一出了什麼事情 這個當然是不太好 那一般來講 有的家屬是會比較就是說 熱心 我們不要講雞婆 就熱心的是說 有時候是譬如說 他看到傷口上面有點雪 那或者是有人偷跑去洗澡 那傷口弄濕了 他不敢跟護士講 譬如說明明叫妳不能去洗澡 妳為什麼偷跑去洗澡 對 那所以他們就會可能會 隱瞞 對 可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不然基本上我們都不太會壞 那現在大部分都做腹腔性手術 傷口就很小 那我們通常是在手術的 完了第二天 我們會看一下傷口有沒有出血 如果沒有出血 我們就會直接用那個防水貼 直接貼起來 然後甚至於到病人出院以後 我們叫他都不要動 下次回診以後我們再看傷口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甚至都不用再爆炸了 都沒有問題 那有一個病人呢 我們就是在回診的時候 就看到防水貼不見了 然後他是用紗布 然後紗布上面都是 藍藍直直的那種東西 打開來 那傷口怎麼全部都是藍的 那我們就很緊張說 媽媽妳怎麼會那個 他說你們都不幫我們換藥 所以我回家以後就想到說要紫藥 紫藥水 對 還有紫藥水把它塗一塗 天啊 天啊 現在還有哪裡 可以買得到紫藥水 對耶 對 這樣還有嗎 你不想懷就想到 我好久沒有看到紫色藥水 對啊 就買不到 我就說你啊 他說我家裡面還有兩罐 有沒有 我說不要再用 到三十年前了 對... 我說不要再用 第一個那個 這個跟我們傳統的觀念 事實上現在我們一直在進步 那個傷口都不要去碰 那還有的媽媽會用什麼 雙氧水給他倒下去 雙氧水 對 你不是跟我一樣 在添加速 優點都不用擦了嗎 都不用 真的 這樣子啊 對 冷酷皮蓋上的好處是 因為你比較不會摩擦到 而且它就是有一些分泌物 它會分泌到那個 那等到說稀釋到冷酷皮 已經都髒掉 已經露出來 你再換一個新的 那復原期真的會很快 而且也比較不會留疤 這樣就知道 我們多久沒有這些問題了 對啊 知道嗎 對 我們帶小孩 真的有時候頭昏腦脹的 我有一次是跟帶... 我們全家去日本滑雪 那可能到日本之後 真的太冷了 小孩子的那個體溫 有點調節不過來 當天晚上 還是第二天晚上 我女兒就有點不舒服 有點夯夯這樣發燒 那還好就是我們自己 會有備一些藏備藥 然後還有日本也很好買藥 那時候想說 要睡覺前就給女兒 先吃一包藥 觀察一下 因為我們住塔塔米市 傳統的 然後他附的那個水杯 就是很像那種陶瓷 陶瓷手工的那種 那種傳統式的 日本的杯子這樣 然後一個房間 可能就是附了四個茶杯這樣 然後我就幫他倒了一杯水 藥粉放在那邊 我心裡想說 去抽兩張衛生紙 等一下女兒要吃藥了 轉身抽了兩張衛生紙 走回來 然後就拿藥給女兒吃 叫他喝個水 喝完水之後 過一分鐘我女兒說 媽媽 脫 脫好昏喔 水臭臭的 結果我看了一下 那女兒的水杯 拿起來喝了 他爸爸坐在旁邊 滑手機 喝清酒 他爸爸還拿一杯起來喝 怎麼是水 我的酒拿了 他的酒 等他女兒肚子裡 天啊 配藥 對 我老天啊 我跟你講 我老公真的很厲害 他什麼時候可以拿 就是我那兩秒鐘 他可以倒了一杯清酒 在一個一模一樣的茶杯裡面 就放在那邊 就那兩張衛生紙的時間 然後我當天晚上幾乎沒有睡 睡不好 超緊張 因為我不曉得小孩 三四歲的小孩 配一包藥 然後跟 他應該好得很快 衛生紙 連張體驗裡面 我想說他睡得很深沉 我就一個晚上看到他發熱什麼 然後都 你知道又不會動 我就每隔半個小時 就會起來叫他 很緊張 很緊張 我很怕到時候 小孩子承受不了休克什麼 你就會弄一下他的鼻 然後拍拍他 女兒 怎麼沒醒 怎麼沒醒 很怕他沒反應 有個藝人叫做康宏 是吧 感冒還在打麻將 那老婆說時間到了 該吃藥了 就把藥還在打 他先放那邊 過了一下之後 他就吃了那藥以後 就打一打 他說 奇怪 藥怎麼還在 骰子不見 怎麼在家 怎麼在家 好痛 一直連妝 骰子在這裡 這嘴太... 感冒人都是暈的 對 你知道嗎 迷迷糊糊的 那他不可能贏錢了吧 其實很多的家屬 他們其實也不是說對病人不好 有時候是非常的關心 那之前遇過一個70歲的老人家 他本身是肝硬化 一直都有附水 那一次他是肝硬化之後 細菌感染 所以就附膜炎 那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抽過所謂的 肝昏迷指數 阿摩尼亞那個都是正常的 結果他就留在急診兩天 隔天下午去看他的時候 就覺得不對 病人開始有點麻痺 就很像喝醉酒一樣 就再抽一個阿摩尼亞 就馬上一百七十幾 然後我想 他已經在急診治療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就問他家屬說 你們都給他們吃什麼 其實是他孫子在顧他 他說沒有 因為他爺爺平常就喜歡吃大餐 可是因為肝病的關係 他很久沒看他爺爺 所以這幾天就是專門帶大餐 給他爺爺吃 那就是吃牛排 然後烤雞 然後還有 反正就是披薩 起司那一類的 然後我看的時候我就說 難怪 難怪你爺爺現在剛昏迷 你們不知道說 肝硬化的病人 不能吃那種 阿摩尼亞會高的食物嗎 然後孫子就說 有啊 有啊 醫生有講 可是我們不知道 什麼是阿摩尼亞高的食物 說得也是 我就指著那三藥 這三個都是 天啊 對 然後後來就趕快給他 爺爺就是給他灌腸 喝蟹藥 趕快先把他那個 排掉 排掉 爺爺才慢慢醒過來 所以其實也不是說 他對病人不好 他就是覺得 他爺爺很可憐生病了 餵他吃大餐 其實反而適得其反 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好 三顆星的是 看護出線條害產病患 像我外婆是糖尿病 然後又年事已高又90歲了 所以我們都有幫他請個看護 陪他在家裡睡覺幹嘛 那糖尿病就是多尿嘛 所以他半夜一定會起來上廁所 那重點是老人 老人就是晚上睡覺 也常常依依嗨嗨的 然後有時候叫了 那個看護也不知道 他是在真的叫還是假的叫 所以我姥姥的看護 他其實會設一個鬧鐘 大概知道這個晚上 他會起來兩三次 那看護可能會兩點帶他上一次 他自己的鬧鐘會響 他會帶奶奶去上一次 四點會起來 那他有一次就是忘了調鬧鐘 那你知道我 那老人家晚上有時候 也可能會這樣 然後那天我奶奶 我外婆姥姥她就是說 那個尿尿啊 上廁所啊 然後她的看護就會想說 鬧鐘沒有響 那你又在那邊說夢話 又在疑 奶奶 還沒 奶奶 睡覺 然後我外婆姥說 要上廁所 不行啦 扶我 奶奶 睡覺 還沒覺 鬧妝還沒覺 然後我姥姥想說 那看護又不起來 看護就翻個身繼續睡了 那我姥姥是真的要尿尿 時間到了 好 自己起來了 只好自己起來 他拿那個助走器 就一點點的距離 我姥姥她就摔倒了 那一次就直接送急診 也是骨頭就裂掉 天啊 對 然後後來也是直接在客廳 躺那個床 自己就是躺的床 把我們病床都買回家 那那個就是那個看護 他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陰錯陽差 曾經運過就是有一個 大概是六十幾歲的病人 他是菲律賓人 那他其實本身是有阿茲海默症 所以就是有時候會失智 不太記得自己做過什麼 所以又請了一個 菲律賓的外傭在陪伴他 這陣子住院是因為腸胃炎 然後有一些拉肚子 所以住院打抗生疏 那有一天病房就突然call我 就因為我是外科 其實一般都只會接急診的call 但病房緊急通過說 黃醫師我們這邊有一個病人貼套了 頭破掉了 現在請你馬上過來 我們幫我們縫合 我就想說我真是急診 但是病房突然緊急叫我去縫合 覺得很奇怪 這個就是到病床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就是那個阿姨 他的頭就已經破掉了 然後流很多血 然後但是其實已經沒有在留學了 但是那個看護非常緊張 因為他想說這個症狀趕快把它處理好 然後還跟那個阿嬤就說 Anaesthesia Do Anesthesia After Future Fear Before Future 都在跟他講英文 我就說 我想說你們的語言這麼通 我還想聽得懂英文才是 他菲律賓人 然後結果我要幫他 就是我要幫他縫合的時候 那個看護就不小心說 他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因為他兩個月前才這個阿嬤才跌倒一次 他就是在洗澡杯 他扶到廁所去洗澡的時候 他就不小心刺手 又把阿嬤給弄倒 反正就是阿嬤不小心沒有扶好 就跌倒了 但是這次跌倒的位置 剛好又撞到同一個地方 然後他有打電話給老闆 老闆聽了就很生氣 生氣是應該的 緊張啦 對啊 所以就叫他 因為他照顧老人 照顧到這樣子會緊張 還好就是沒有真的很嚴重的腦部出血 就只是疲漏傷而已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